美文朗读和好诗朗诵 本文选自郭永秀的诗集 因为诗的缘故中的序文 题目是俊永秀雅自成一家 作者是蔡智璃博士 序文中所引用的都是郭永秀的诗作 由陈锤良朗读和朗诵 曲子一算认识永秀雅 转年以36才 1983年 我刚在成立三年的新加坡国立大学念中文系荣誉学位 在课堂上受到享誉国际的大诗人王润华教授的启迪 情不自禁地与现代诗热恋起来 后来还在淡宁师母的见证下 义无反顾地与现代诗注册结婚 正式成为导国诗团旗舰组织 五月诗社的一员 并有幸向前辈诗人 如林芳先生等讨教示意 当时年仅三十出头的永秀 已是诗社里声名远播的一员大将 他不但在诗歌的创作上着然有成 在音乐和摄影方面的招译也自成一家 而他多年来是工艺教育学院电子信息工程科的讲师 如此精通横跨文理多种记忆的人物 实属罕见 尤其难得的是 除了自己在诗歌与音乐上不断寻求突破外 他已十分热衷于导国新华诗歌的推动 尽心尽力培育写作新秀 担任全国助校作家计划导师多年 2013年当活跃了15年 仍然是导国现代旗帜的五月诗社 陷入了一场长达20年的冬眠噩梦 突然惊醒后 面临长寒奈极面 炸暖一成灰随时解体的危机时 永秀临危受命 带着理事们齐心合力的让诗社起死回生 要不是当时永秀义不容辞地扛起重担 今天的五月诗社恐怕已成为工人平调的历史名词了 自接手五月诗社后 永秀积极地策划与参与多项重点文学活动 例如去年与马来西亚南方诗社联办大型南方营诗歌朗诵会 和主催心中诗人诗歌朗诵会诗人有约 2016年底新加坡三大文学团体 新加坡作家协会 新加坡文艺协会 于五月诗社 响应作协林德南会长的唱意 配合华文新诗诞生百年 首度写手联办大规模的新华诗歌年系列活动 并破天荒与美术总会联办文人相亲诗画展 为一整年的诗歌年拉开虚步 这次的创举以同德同心 文人相亲与宗旨 推广新华诗歌的创作与分享 一扫过去本地文坛 自扫门前雪的不良风气 大家不分彼此 同心协力推动新华文学的发展 身为五月诗社的领导 永秀以身作则 以实际的行动参与 以画作诗的活动 收录在诗集里的视觉的响宴 扶角楼和远古的呼唤 这是为了响应此次活动的创作 永秀也很早就开始为同道的诗作谱曲 若实诗与乐完美结合的理念 例如他就曾为捉作《同一片天》和《心底蛙》 不吁鼎曲还安排在多场大型音乐会演唱 我们合作的《宣通那年的风》不但成了晚清元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新海革命百年纪念活动的主题曲 后来晚清元还将是录制为纪念音乐光碟广为传播 对后劲的培养与提拔永秀从来不遗余力 他把两位音乐才华横溢的高足张耀天和黄茜 引荐给新华作家为文坛注入了一股清理 后来张耀天黄茜不但随着我们到马来西亚参与黄润华教授主导的 《南方之旅》诗歌音诵会 还与来自内蒙的青年演奏家黄茜一起 受邀在新加坡文坛年度盛世文学四月天吟唱与演奏 永秀谱曲的《同一片天》和音乐人兼作家黄红莫谱曲的 《且看我们》播得好评如潮 后来张耀天与我合作创作了《聆听莫的歌》 并在《新诗集》《聆听莫的声》发布会上吟唱 令我在感动之余深深地体会到 这一切的善缘善故 永秀的全新指导与鼎力支持功不可没 写实派与现代派诗人曾发生过无数次激烈的论战 但若以主题内容与表现手法评断 我相信永秀是汲取了两大派别精髓的现代写实派诗人 他一开始就摒弃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 不操灰色难懂的扬长小径 但是对于无色无味和露骨的口号式诗歌语言也不屑一顾 他依然选择了走诗歌的康庄大道 每一首诗都坚持以踏踏实实的明朗诗句 坦然地抒发心中真挚饱满的情感 不造作也不演示 明明白白地流露出诗人的喜怒哀乐 所以在阅读永秀的诗时 读者无需废字猜亚迷 也无需多方揣测诗中暗藏的玄机 只要敞开胸怀尽情地感受诗句所散发的芬芳就可以了 作为一位备受推崇的音乐诗人 永秀的诗句里始终跳跃着音符 萦绕着旋律 我认为他的诗歌最大特色 是风格秀雅 内容俊勇 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 吸收了西方哲学和美学精髓的大师王国为先生 曾在1907年发表的美学专论 《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 提出了艺术理念与创作法交融产生的审美内涵 古雅美学 在我看来 永秀的诗所延伸出来的 是不同于古雅之美的秀雅之美 永秀传颂已久的成名作 快死的故事就是典范 当看第一段就完全可以感受到秀雅之美的艺术美丽 五指微龙 轻轻加起五千年的芬芳 精致如漫模细凿的象牙雕刻 清零如伸缩自如的关节 简单而实用 是手中两支等长的平衡 对于永秀而言 诗有如空气般无所不在 世上似乎没有不可入诗的题材 如此开阔的诗观 造就了他的诗里 如海纳百川般的丰富题材 其中对博大今生远远流长的 华族文化的热切拥抱 组成了他诗中最核心的元素 收入在之前出版的诗集里的 《茶的故事》 《剑的故事》和《毛笔的故事》等 皆为最佳实力 而之后创作的《马的碑丝》 《蛇的感叹》 《桌灯》和《历史的画卷》等 同样牢牢记着诗人 对传统文化不离不弃的情一节 且让我摘录《马的碑丝》的两端 让大家感受诗人 如何从悲壮激昂的诗笔 抒发对传统文化的情怀 从徐碑红的笔下 从徐碑红的笔下一跃而起 仰天长思 只见身后红尘滚滚 群蛇纷纷走壁 一个凌空转身 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 沿着着陆的鼓声 东奔西窜 枪林剑雨之中 你来去自如 若雨中一缕穿梭的风 穿过多少朝代 战过所有沙场 穆过秦时月 闯过汉代馆 城门 吊桥 山路 草原 蒙古堡 也曾黯然于 楚霸王的胯下 也曾为城脊思汗 叱咤风云 铁蝶踏踏遍欧亚各地 或者射过溢水 于潇潇风中 追随不复返的壮士 又把古人及和藩的公主 送到了关外 将军的剑下 书生的折扇中 你是永远的主题 诗的结尾处 也很振奋人心 唯望十二年的轮回 能让你大展身手 把这身闷气和怨气 狂奔成一幅 惊天动地的草书 永秀六岁下南洋 而今站在尸城 唯望昔日 百废待兴 今天繁华强盛的中国 心中无限欣慰欲辜 我们从他为奥运开幕里中的 李宁写夜空中的太阳 和为奥运闭幕式写告别梦境 感觉到他激动的心情 且看他为2008年北京奥运盛大的开幕里 写下历史的话卷中的一段 曾经人祸跟着天灾 贫穷随着动乱 曾经华人与狗不得进路 曾经东亚病夫的故乡 而今随着五个树立的圈圈 你站起来了 以实力震惊世界 以激情拥抱世界 以真诚感动世界 从积雪中 从沙利碎瓦 从地壳的裂缝中 一只火狱的凤凰 正夜飞向世界 今晚 所有黑的 白的 黄的 棕的 每夜空里的烟火 涂抹成亢奋的器材 对于掌鱼丝 也要老鱼丝的新加坡 他的感情特别深厚 每逢新加坡国庆 新潮总是澎湃激荡 总要借着诗句 坦坦荡荡地掏出爱国心 在新月传奇中 诗人热情地歌颂乡土家国 再欣赏了2010年国庆彩排 看战机F-15SG腾空后 他写下了无惧的告白 豪情的宣告 掠过小红点 掠过梦的国土 那音笋如一抹闪电 切过操场同心园 祖屋的屋檐 切过来不及会议的脑海 把暗蓝天色 切割成沸铜的红与白 除了大格局的文化情节 与爱国情操外 荣情蜜意的爱情诗 也是有秀诗歌中的重要成分 例如等你在绵绵的雨中 情诗十四行 四季相思 铁轨的记忆 思念和等待等 都是千种柔情万般密意的动人之族 在花园中 诗人深情地说 仿佛是前世未尽的缘 今生耗尽笔墨 也无法以公笔细细勾画 你绝世的容颜 酷爱旅游的诗人 总不忘以诗句 为游中留下美丽的印记 例如 邪夫人游澳洲博斯的梦的庄园 带领学生 到浙江金华技术学院 交流参观所缘时 见学生尝试以传统 石墨推墨黄豆写下的 推呀推 描绘云顶高原的不知谜 由蒙古草原的梦境的所在于 满天星斗的晚上 贝壳中的童年 写越南海边售卖贝壳的可爱小姑娘 还有登泰山 九龙潭 江南之约 客家土楼 胡志明寺印象 红沙丘 沾佛塔 和小诗莫方诗超等 在这些旅游诗当中 我特别喜欢江南土诗之鬼脸城 诗诗 果真荒谬 如你此刻的表情 以反派的姿态出现 中山石之中 你是唯一的宠诀 鬼诀的鬼脸 是看不惯假道学的虚伪 还是虚传声势 还是虚传声势 尤其华众取宠 历史是身前应接不暇的动画片 楚月相争 竟无大战 来了孙泉与周语 古战场精心动魄 你已不变 应万变 以坚强的意志 对抗时光 无坚不摧的刻刀 雄聚成员一角 老冷眼密室 来往众生向 你是静态的风景线上 一个活泼起来的形象 要把位于南京汉中门外 北面石头城厚实的历史底蕴 浓缩成一首诗的长度 真是谈得很容易 而永秀就以其老练的诗笔 潇洒地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 诗城素有美食天堂之美誉 永秀的诗城美食系列 把辣椒螃蟹 海南鸡饭和马来蜂蜂等领菜 一股脑儿全搬上了诗坛 弄得诗坛香味四溢 对于一厢爱 拈花惹炒的诗人而言 植物段无可能在诗篇中缺席 我们在《阳尺之歌》 《雨后的野菇》 《金针花》 《野狐鸡》 《木耳》 和《千牛花》等诗中 见证了诗人与花草树木 谈情说爱的完整过程 诗人总是怀着悲天闽人之心 看待生命与世界 永秀对有情和心情的珍惜 从她的《长途电话》 和《越南诗有速写》系列 还有《因为诗》的缘故 《悼念珍采的容颜》 《悼念云鹤》 和写《沙劳月诗人无暗的白》 即是美 可见一般 在《至心声》和《心连着心》 广惠照之歌中 诗人的怜悯之心表露不一 在《隔离以爱和坚持》中 赞颂冒着生命危险 与萨斯苦战的医务人员 温文尔雅的诗人 也有感怒感言的诗篇 针对印尼农耕经营者烧把 导致阴霾严重殃及临近区域国家 在《白色幽灵》和阴霾之后 这两首诗中毫不客气地提出了 有力的控诉 无论是不断求心求变的创作 还是整合各方资源推展诗乐 永秀对诗坛的贡献是有目共睹 我衷心期盼这本新诗集的出版 更多的人可以接触到优秀的诗歌 体验诗对生命的关键启迪 感受文化艺术的无限魅力